这就是我们全自动的一架机器 它是由几部分组成 由放丝架和主机部分 它的一个操作原理是什么呢 操作原理就是通过自动放丝 通过这边调直 竖条直和横调直 解决一个丝的一个弯曲的一个问题 经过我们的送线 自动送线 都是数控PROC来控制 这个是我们机器的一个控制速度的一个按钮 叫调速按钮 经过我们机器的成型 经过我们成型以后 它有秩序的滑落到此地 就是说形成了一个制作一架的一个过程 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 我们正在发货的一个状态 这些机器都已经调试好了 都经过我们技术工程师 就是说严格的把控和调试 出了一个合格的产品 这个是挂一个弯钩的一个产品 这就是调试好的那个些产品 就是说跟客户要求的那个接近于99%的一致 每个机器我们都是经过调试 和我们的一些检查 认真的检查 达到我们为客户而服务的一个目的 这台机器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调试把关 出来一个带弯钩的这个产品 就是说和这台机器这是一样的机器 就是这样的 非常完美的一致产品 也是通过我们的自动放私 我们发货的时候会把这个给它横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么着就是说它占地方 容易就是把这机器给挂掉 所以这么着我们弄过来 客户到达现场以后 他把它转过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说这两台机器是一致的 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这两台机器是什么样的 这两台机器也是我们出厂前 就是说经过我们严格的把控质量 就是调试出合格的产品 基本上都带着样品给客户发货 这个机器出来的就是说 都是客户要求另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这样平滑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会按照客户的要求和定制 就是说出来非常合格和达到客户要求的一个品质 这台机器也是和那台机器是一样的 这是每样客户要了两种产品的规格 看到吗 这是我们的机器生产当中 就是说它还没有弯钩的情况下 我们停止了机器证明这台机器已经调试完毕 就是带着样品给客户发货 客户一看 这就是经过我们调试的非常完好的一个产品 所以客户非常的满意 我们的宗旨就是说服务而客户而满意 达到客户所要求的一个品质 来保证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售后和培训 如果客户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跟我们视频连线或者发email 或者是发WhatsApp或者发微信 都可以我们来视频指导客户 所以我们美润的产品得到了全世界朋友的一个认可和一个支持 客户订过的机器一定就是多日台来订我们的机器 因为它相信我们美润人 相信我们美润所做的一些工作和做出了一些成果 这就是说我们美润打造一个世界品牌的一个立足之地 就是说我们会服务好任何一个客户 来购买我们的设备的一些客户 从客户变成了朋友 这就是说我们做事的一个宗旨 再有就是它其他配套的一些东西 还有什么呢 其他配套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这个喷涂线 这个产品 我给大家拿一下 这个产品 大家有的时候看到的是 我们或者都心线或者黑铁线 它怎么样变成一个彩的颜色呢 比如说变成蓝色红色 还有等等的一些咖啡色 还有一些任何一些颜色 绿色都可以 那是经过这个喷涂线 喷涂线经过我们这个机器 就是说经过我们的粉末 粉末配上我们什么样的颜色 喷出来就是什么颜色的 就是说它的一个工艺是怎么样的呢 它的工艺是经过我们这台机器 连到我们这个喷枪 就是把衣件放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来给它喷涂 喷涂为什么就是粉末会粘 就粘到这个衣架上 或者是辅着到这个衣架上呢 其实说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是利用一个什么原理 利用就像我们头发呀 或者是或者这么一柔腿 或者衣服啊 产生的一个静电原理 经过我们一个静电原理 把粉末给均匀的涂在这个衣架上 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这个箱体 这个箱体起到一个 我们的一个非常环保 非常智能 人性化的一个原理 就是在喷涂当中 肯定粉末它会四下你飘动 经过我们这个机器 它是一个反回流的一个原理 经过我们这个过滤芯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它会有碗粒抽风 有一个碗粒抽风的一个道理 我们在喷涂当中 外边它是非常的干净的 经过它的一个抽风 就是把多余的一个粉末 吸附到这个上面 或者是这个后面这个墙上 它就会顺着这个墙 就是滑落到我们这个 灰收粉末的这个池子里面 我把这个枪挂上 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呢 就是说粉末经过我们的一个喷涂 一架没有喷到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粉末它会飘落到 这个箱体的底部 就是说经过一个收集 收集到这个收纳盒里面 我们可以就是把剩下来的那个粉末 我们可以回收再利用 经过我们的一个筛减 经过一个过滤 就是可以再重新再使用 这就是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这个就是说喷涂好以后 这个东西放在哪呢 在旁边就是说肯定配一个轨道架子 这个轨道架子干什么 用于挂我们这个喷涂好的这个一架 经过这样来悬挂 悬挂一排两排三排四排 就是说悬挂很多很多 就是说想考完以后 把我们的架子推到我们这个 这叫属于一个加热的一个 自动加热的一个烤箱里面 这个烤箱它是经过把这门打开 看到了吗 轨道推进去 顺着我们的轨道推进去 推到这里边 就是说它这里边有成千上万个 我们喷出好的一个一架 就是说推进里边 经过我们一个设定 设定一个温度和时间的长短 我们把这个箱体关上 关好以后 这等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再经过我们一个调 调控温度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一个调控温度 是怎样一个控制呢 这个基本上有三个档位 看到了吗 来我们摄影师特写一下这 这就是分为一个三控档位 一控两控三控 就是说我们升温 如果升温要快 我们开两个 如果升温需要慢一点 我们开一个或者开两个 如果升温再快 我们就可以开三个 这是一个升温的一个几控开关 这是分为三控 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 这个功能就是说 我们设定一个温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温度 设定一个最高三百度 一个最高温度 一个最低温度 最低温度设定于一百度 就比如说设定一百度 它到一百度的时候 它就会低于一百度 它就会自动启动 启动到升温升温升温 升到三百度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停止 就是说它就会保持这个温度 如果就是保持到 降到一百度的时候 它又升温升温 升到三百度 这个就是可以设定的 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 你可以设定到两百度和三百度之间 你可以设定到一百度和两百度之间 根据你塑粉的一个融化的一个条件 就是怎么说 有的塑粉需要温度高一点 有的塑粉需要温度低一点 这个自由调控的 这个就是说 它的一个自由调整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的 这就是一个温度显示 从零度到一百五三百到四百四百多度 一般的温度 就是不超于三百度就可以 这是它的一个电源指示灯 就是说 一升温温控灯 这就是二升温温控灯 三升温温控灯 这就是说一个电源指示灯 这就是一个说明升温的一个指示灯 这是一个激听按钮 这是一个调整 我们需要升温多长时间 来控制保持温度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保持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都可以 这就是自由设定 如果就是说 你设定的这个时间到了以后 它就会自然停止 所有的 所有的升温系统 自然停止断电 这就完成了一个升温的一个过程 我们再打开 就是说 打开这个仓体门 打开这个仓体门 把这个我们所喷涂的一架产品 把它拉出来 这就是说 完成了我们这个一个喷涂的一个整个过程 现在就是说 我给大家解释清了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说 如果大家在使用当中 有时候任何不明白的 可以就是说 连线我 或者购买我们产品以后 我们可以现场服务 为大家就是说 解决它技术上遇到的一些 燃眉自己 我们可以到现场 同性工人 就是说 解决大家遇到的一些故障 大家把收负问题 就大家放心 这就是我们美论人应该做的 专业的人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专业的人 专业的事 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这就是没有无可厚非的 非常正确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美论人给大家展示的 我们现在的一些产品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corn 我们下午三个视频 我们下午三个视频 就像水分一样 一个大视频 我们下午三个视频 一样的电话 我们下午三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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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我们下午三个视频 我们下午三个视频 下午三个视频